朋友好啊 过去的一周 新闻哥在频道里面两次 说到不出意外的话 六月底之前 布林肯一定访华 昨天晚上 墨尔本时间的十一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九点 这个消息得到了确认 布林肯将在18号 19号 莱华访问 那么布林肯访华这个事 近期呢 这个应该说 疯传 那么对于这个 消息 外交部的发言人万文斌 有人统计了 说他在五天之内 回答了两次相关的提问 但是呢 他的回答内容 都很耐人寻味 两次他的回答都是说 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那么就给大家一个什么印象 似乎 似乎布林肯访华消息宣布之前 就是说在两国确认布林肯访华的具体时间和行程之前 似乎啊 两国还在做最后的讨价还价 那么直到昨天的白天 先是外交部官网啊 发布了说秦刚和布林肯通电话的消息 这个说国务员兼外长秦刚应约啊 应约那什么意思 就是美国方面主动 要这个和中方通电话 说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那秦刚在通话中向布林肯表明 说年初以来中美关系遭遇新的困难和挑战 责任是清楚的 中方始终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原则 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那么秦刚呢 谈话中除了提及希望美国方面采取实际的步骤和行动 推动中美关系啊 指跌其稳啊 之外也就台湾问题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强调美方应与尊重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以竞争为名损害中方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是中国外交部披露的秦刚通电话的这个内容 给人的感觉呢 很策略 不是很激烈 那比如说 对于年初以来 就二月五本来二月初啊 这个正月里 正月十五 这个布林肯就应该出现在中国 不是由于那个所有的气球事件 但是清刚的表述呢 你看 说的 这个 这个很委婉 不是很激烈 他说中美关系遭遇的新的困难和挑战 责任是清楚的 他没像以往说 说责任完全在美方 他说的是责任是清楚的 这就可以做各种解读 说中方认为呢 责任可能在美国 美国的可以认为责任呢 是在中国 所以清刚说的是责任是清楚的 这话在外交场合 或者是由外交部长的嘴里说出来 这都是 这都是这个寓意不凡的 这种表述 这种表述 它涉及到了对于双方 这个外交关系责任的这个界定 这就不很咄咄逼人 这就给双方讨论 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那么呢 秦刚的这个台话里面 也对美方提出了 应该说是希望 他说美方应欲尊重 就是台湾问题 美方应欲尊重 就希望你能尊重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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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利益 然后呢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然后停止以竞争为名 损害中方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是秦刚的表态 那么呢 相对于秦刚的这个态度 美华盛顿方面 对布林肯和秦刚的这个同电话 描述呢就比较乐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这个米勒 马修米勒 声明中说 说国务卿布林肯 与秦刚外长 讨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以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 避免误判和冲突的重要性 他说双方讨论了一系列 双边和全球问题 布林肯在电话中 还表明了美国将继续利用外交接触 来提出关注领域 以及潜在的合作领域 美方的这个表述就比较乐观 好像是成竹在胸的意思 这个姿态 做的这么个姿态 这是白天中美双方关于秦刚和布林肯通电话的内容 紧接着昨天晚上北京时间的九点 我正在拿着手机就跳出来了一个 一个一个微博的一个通知 就是对于布林肯访华有了确认的消息 说经中美双方商定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于6月18日至19日访华 那么几番讨价还价之后 宣布了这样的确认的消息 我们就要问了秦刚从布林肯口里面得到了什么呢 跟他通完电话以后 几个小时以后就宣布了他的访华消息 就是说中方近期从美国那得到了什么 觉得还可以了 差不多了 然后呢才最后的突口 确认了布林肯访华这件事 中方得到了什么 中国新的驻美大使谢峰 这个说6月7号当时说在美国明确的警告美方 说切实管控好台湾问题 这个最大风险点是目前中美关系最为紧迫的事情 中国驻美大使一周前有了这样的表示 什么意思呢 我想这都是对美国方面 这个在点拨美国方面 就是其他东西可以放一放 可以缓一缓 但是中美关于最为迫切的事情 也是最大的风险点 就是台湾问题 能否管控好台湾问题 这个最大风险点 是目前中美关系最紧迫的事情 那么针对中国驻美大使的这个比较明确的这个点拨 那么最近关于台湾 美国做了什么呢 让中方觉得 可以接受或者比较满意 台湾网 台湾网12号发布的报道 说这个美国的在台协会 那个台北办事处的处长 孙小雅 孙小雅曾经 在此前 着重强调过说 美国不会介入台湾地区2024年大选 那么12号的台湾网友报道说 继孙小雅的这个表态之后 孙小雅又有了新的表态 孙小雅说 绝对支持岛内三大政党 与大陆沟通这件事 就是说 台湾岛的这个中国国民党 民众党和民进党 这三个政党 你们和大陆沟通这件事情 美国是支持的 美国绝对支持 孙小雅表示 他说目前美国正寻求 与中国大陆展开多领域的对话和交流 欢迎台湾地区各政党参选人 能与大陆展开更多的交流与接触 美国政府不会阻止 其他和美国一样期望与大陆对话的人 两岸加强对话 有助于缓和台海紧张局势 这是孙小雅 人在台北的孙小雅 关于围绕着2024年台湾大选 对于大陆和台湾 现在这个竞选的 参与竞选的这三大党之间的这个沟通交流对话 美国方面的最新的表态 主子发话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台湾三大政党和中国大陆 可能有的一些个对话和交流 那么孙小雅上面的这个表态 这是应该说近些年以来美国方面少有的 尤其是在2024年台湾大选的前夜 就在这个这个这个当下此时 那么以上孙小雅的这个表态 可以视为他向中国大陆 或者说美国向中国大陆 抛来的几个胡萝卜 胡萝卜 有媒体认为 说这就是美国对台湾问题 针对台湾问题向中方做出的保证 说有的媒体认为呢 说正是因为美国做了这样的保证 所以就有了布林肯访华的 这个这个这个 新闻昨天出龙 布林肯即将 访问中国即将成行 这是胡萝卜 我们看到了 几个胡萝卜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 大棒的这一手 两方面 一 近期美台之间合作频频 大势不断 那么别的不说 就今天上半年 美军驻台 实质性的驻台 不仅美国 你像韩国 韩国的军机 在近期都四次降落台湾 没有美国在后面的支持 韩国敢这么干吗 这意味着什么 尤其是最近 那就是五月底 美国突然宣布向台湾地区提供五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五亿美元 什么呢 五亿美元 主要是防空导弹 而防空导弹里面 主要的是便携式的毒刺防空导弹 总数 这个防空导弹加在一起 总数说近千枚 一千枚导弹 宣布完之后 尤其是令人瞩目的是 美国宣布完之后 以少有的效率 立马就开仓 就把这个导弹就出了库了 并且专门 美方专门派包机 将这批导弹运往了台北 五月二十五号 台湾方面 已经在一个深 在二十五号的深夜 悉数的接收了 这么高的效率 从美国运来的 接近千枚的这个 这个防空导弹 美方 美方自称说这批 毒刺式的防空导弹 属于美国为台湾地区提供的 额外的安全援助 目的呢 在于增强台湾地区的野战防空能力 美国方面还表示 未来美国可能还会为 台湾地区提供毒刺导弹 和其他的武器装备 这就是五月底的事 这就是五月底的事 那么这近千枚 这个防空导弹里面 这个有消息说 其中包括五百枚 毒刺便携式的坚扛导弹 还有呢 说台湾还采购了 四百六十枚陶尔和四百枚的 标枪 反坦克导弹 也要一起交付 也一起交付 那么 包括最近这个 一个时期 美台都没有否认的 就说 美国还要向台湾提供 四百枚鱼叉反舰导弹 用于对付 日益崛起的中国海军 四百枚鱼叉 那么 这些防空导弹 便携式的防空导弹 机动性机枪 因为单兵 可以携带 台湾以前也有 这个毒刺导弹 但是台湾以前有的毒刺导弹 都是在发射车上 或者发射架上 部署的 机动性不行 可能呢 发射一枚之后就被锁定了 就给干掉了 这不像人扛着就可以跑 那 而这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 主要是用来对付武装支撑机 对付无人机 对付巡航导弹 等等这些的目标 应该说 对于解放军强大的军力来说 这都不算什么 但是他毕竟是这个 对于解放军的陆军航空必须来说 那确实是潜在的一些麻烦 确实是抢在的一些麻烦 对于以后 假如说武统的话 假如中国大陆真武统台湾的话 你激将作战呢 然后禁地支援呢 在这个过程中 这导弹肯定会发挥它的作用 这是美国大棒的一手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那就是近期 又疯传出这样一个消息 美国很多政客 并且拿这个事说事 有的美国的议员 还拿这个事告诉布林肯 要求布林肯 要以此 要和中方展开强硬的对话 什么事 近期疯传 说中国可能在古巴建设情报监测站 这条交易冒出来了 这就给这个当下 此时的中美关系 又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 尽管中国和古巴都预认了否认 他们根本没有这事 空穴来风 华盛顿方面呢 也对此呢 这个做了低调的回应 也可能考虑到布林肯要访华 也可能手里还没有什么 确实的证据拿出来 所以对这样的外面的这个这个消息 这个华盛顿方面呢 是回应的比较低调 比较低调 但是他没否认没有 所以你看二月份 什么所谓的气球事件之后 这个 这又冒出了这么一个情报监测站 说中国要在古巴建 什么意思呢 还是说这个 中国是不是在日益提升着监视美国的能力呢 那很多政客就拿这东西说事 啊表达了他们的 或者说是美国的方面的担心 而这个事情 华盛顿方面的低调的回应 也可以视为是隐而不发 但是 这个消息可能被美国方面随时拿出来说事 也未可知 这是胡萝卜 几只胡萝卜 然后呢 还有大棒 大棒里面这两 最近期的这两件事 那么 布林肯要来了 这个如果在18号之前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布林肯 要成型了 如果布林肯成型 那么他将是 他的前任 那就是特朗普时期的国务卿 这个蓬佩奥 蓬胖 2018年10月份访华以来 美国国庆近五年来的首次 访问中国 那么中国会怎么接待这个布林肯呢 对于布林肯的来访 我相信中方一定是外冷内热 一定是外冷内热 就传递出的信息 外冷内热 让大家感到中方是高高在上 优势在握 优势在守 但是呢 实质上 私下来的 真正的这个会谈和接待 这个接待的规格 不会低 不会低 可以想象 新任外长 这在布林肯看来估计还不是很成熟的 比较稚嫩的中国的外长 但人家还是国务委员呢 秦刚会全程作陪 但是和布林肯做最重要会谈的 或者说主谈的中方主谈的人 我想可能不是秦刚 应该是王毅 应该是王毅主谈 然后呢 习近平会接见布林肯 一定的 那么 布林肯会给习近平 带来什么又好吃又好看的礼物呢 能是又好吃又好看的吗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